我们就讲 昨天整个地检署 兵分弃路 去查案了以后 就开始约谈 约谈了以后 也真的有人开始重心交保 本来以为说按照这个节奏 应该是昨天就要压柯文哲了 昨天就应该产柯文哲 居然没有 按照吴董刚刚讲的 原来你说如果是王俊丽出售 如果是中组出售 而且是北极组出售 我对那个五年以下的小案子 我可能看不上一眼 他们出售就是要办大案的 所以现在正在等 真的在摧毁柯文哲的心房 还有真的一个案子 一个案子会接踵而至 而这个才是柯文哲最大的压力吗 对 昨天大家在等一件事情 柯文哲会不会被羁押 但是没有 因为王俊丽跟唐宗卿他们来讲 唐宗卿来讲 他们做这件事情 还要看后面的事情 后面三答案才有机会 把这个案子做得最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王俊丽当时候在哪里服务 他在调查局 他在调查局的时候 他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情 三答案 连政署做得风风火火 他也去北检去报 报说我们调查局可不可以来 被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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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 挖瓶转导会啊 连政署说我们做到一半了 你不用来 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从这个 从昨天的案子把它切进去 调查局这次用了北基站 不能再丢脸了 这一次来讲的话 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切进去 打开钥匙之后呢 要把三答案全部拿回来 自己来做 因为你从北基站来说的话 一定会有效果 大家知不知道 昨天其实北检 大家一直在问一件事情 到底是找连政署 找一找调查局 后来发现是调查局 听到是北基站之后 大家吓傻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就想说 怎么民众党的事情 都是北基站 那个时候是谁 高宏安 高宏安那个时候的前面 在这北检的时候 办有点办不下来 后来呢 决定找北基站 直接出手 北基站出手之后呢 高宏安半夜被抓去了 然后呢画面 就这个画面 清清楚楚就可以拍下来 所以呢 他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用的东西 应该都是蛮绵密的 但最后 北检跟北基站合作出来 记不记得 水母 他因为多少钱 被判两年 466块 所以呢 你只要到北基站的话 你大概就逃不过了 这些东西 一层一层一层八 他们专门做这种贪毒 跟这个政府采购法的 一层一层八出来之后 所以北基是做 专门做贪毒 跟政府采购法的 对 所以如果今天这样 整个 刚才讲 如果你今天这样 这个政治现金 根本就小菜一碟 那是前菜 真正的大菜还没开始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就像吴东讲的 你要弄柯文哲 一定要跟后面 7年以上贪污治罪条例 有关系的他再弄下去 你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就只是 前面的冷盘开胃菜 反正呢 数字拉出来之后呢 他们对他们来讲 难度都不高 但是呢 你从数字去勾击数字 从事件去勾击事件 从人去勾击人 李文忠李文娟 你李文忠跟李文娟 扣到了之后 再加上端木正扣到了之后 这个钥匙就打开了 这个潘朵罗哈子就打开了 为什么柯文哲 跟他的太太 眼睛都张不开 为什么 压力非常的大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今天 门一打开 调查局来了 拿了一张票 来 跟我们走一趟 你那个心情 你那个心情 然后呢 民众党一直以来 他们跟检调之间 都是属于那种 我之前把奴章的状态 所以呢 他也没有人可以问 所以现在他就 柯文哲现在的状况 一定就是 精工之秒 对对对 惶惶不可终日